今天在教会里存在着两种信徒 第一种是总羡慕世人的成功 他们总看好那些不属灵 却在地上有成功的人 他们的眼睛只有被人的条件吸引 这样的人在教会里的话题 关注的事情都与神的话语无关 反倒认为遵行神的话的人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信徒吗 或者可以说是一个教徒 礼拜堂里面的教徒 另外一种信徒就是心中有主的话语 他们是敬畏神的信徒 虽然有时在地上遭受苦难 或是因为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他们地上的条件没有世人的绝佳 但他们总是坚信主的信实 公义 所以忍耐到底 他们把依靠放在神的应许 不放在外在的条件 这样的信徒是上帝所看重的 他们虽然一宿有流泪 早晨必要欢呼 弟兄姐妹 不要被欺骗 上帝最终必定会区别这两种人 因为神的话语的每一撇 每一话都要成就 纵然我们有时是软弱 但若你谦卑的悔改 主的怜悯必定会临到你 让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三节 耶和华说 你们用话顶撞我 你们还说 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 你们说 侍奉上帝是突然的 遵守上帝所吩咐的 在万君子耶和华面前苦苦在劫 有什么益处呢 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 并且行恶的人得见利 他们虽然试探神 人却脱离灾难 那时 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 耶和华彻耳听 且又纪念彻在他面前 记录那敬畏耶和华 失念他名的人 万君子耶和华说 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们必赎我 特特归我 我必连续他们 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 那时你们必归回 将善人和恶人 侍奉上帝和不侍奉上帝的分别出来 弟兄姐妹 今天的经文 把我刚刚所讲的两种人都描述得很清楚 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 进来教会 他们要的是神给他们的成功 利益 理想的结果 例如好的事业 乖巧的儿女 美满的婚姻 地上的安康 长寿 健康等等 他们的心 从来没有单单被神的话语吸引 从没有与神立约 所以当在教会久了 看见自己一无所得 便开始起了疑心 也可以说 他们真正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他们要的不是上帝自己 乃是上帝以外的 但今天上帝也说 纵然他的圣殿里有这样的人 同时也有敬畏他的人 他们将神的话语当真 彼此讨论神的话 虽然他们在地上 也许有苦楚 但他们还是 坚持抓住神的应许 不藐视神的话 所以神说 像这样的人 虽然他们有时会软弱 神还是会连续他们 如同父亲连续儿子一样 弟兄姐妹 在这里我们会看见 原来善人和恶人 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人 就如此能够分辨了 简单来说 就是在他们的内在的心灵里面 会看得出来 一个神的儿女虽然会软弱 但他的内心总是敬畏耶和华 尊神的话语伟大 他不会因为得不到自己要得的 而否认主随从这个世界 但不属神的人心中没有属灵的良知 他们是只有追求自己要得的 所以一看到跟从神没有结果 马上就弃绝神的话语 他们的心里原来是爱世界 羡慕的是世界的成功 世界的条件 所以到了神所定的日子 他们和他们所得的都要归于无有 他们心中的意念将永远不会被纪念 弟兄姐妹 当神在马拉基书讲完了他的警告的话 神就沉默了四百年 这四百年里面 唯有敬畏神的人 借着众先知所讲的话 得着虚心 哀痛 饥渴慕 清心等等 然后他们等候主来 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 他特别来寻找这样的人 所以我想请问各位 我们现在已经是处在末世时代 离主来的日子不远了 当我们听了神的警告和呼吁的时候 我们是否回心转意 我们是否就是神所来的时候 会寻找会怜悯的人呢 但愿今天主的话语把你寻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